第三題 下列的實驗操作 哪一項符合實驗室的安全守則 A.酒精燈使用後 因以絲抹布覆蓋較安全 酒精燈使用之後 是用燈罩把它蓋洗 然後放在旁邊冷卻 不需要用絲抹布覆蓋 絲抹布覆蓋是在酒精燈灑出來 在桌上著火的時候 我們才是用絲抹布來蓋洗 所以選項A是錯的 B.加熱試管時 管口不能朝向他人 因朝向自己才能方便觀察 錯 我們加熱試管的時候 基於實驗的不同的需要 可能管口會朝上 或者管口會朝下 但是無論如何 管口不可以朝人 因為說不定會有劇烈的化學反應 會從裡面噴出一些物化學物質出來 所以管口絕對不可以朝人 不可以朝向他人 當然也不可以朝向自己 所以選項B是錯的 C.混合或配置藥品時 利用溫度計 量測溫度變化和攪拌散熱 我們用來溫度計量測 溫度變化是對的 可是溫度計不可以當作播放用 不可以拿來攪拌我們的液體 所以後面的攪拌散熱是錯的 所以選項器是錯的 所以只有選項珠是對的 必須辨別藥品氣味時 用手三文氣味 所以第三題問我們說 哪一項符合實驗室的安全守則 我們答案選珠 必須辨別藥品氣味時 以手三文氣味 OK 好